冠状病毒爆发至今,大家对相关的讯息都非常关注 有不法之徒就抓住了人们面对病毒的恐慌心理,发动网络攻击 网络保安公司Trend Micro在今年头6个月 共拦截了880万个与冠病相关的电脑病毒威胁 当中92%是经由电邮传送 在新加坡,公司探测到1亿7200多万封的电邮攻击 诱骗用户下载恶意软件,则比去年头期多了七成 英国著名生物学家94岁的阿顿巴勒开设Instagram账号 四个多小时吸引了超过百万人追踪,创下建立式世界纪录 一向提倡环保的他上传的首个影片也打破了影星亚尼斯顿去年创下的纪录 丰田研究所推出了几款的居家机器人 帮忙打理家务,照顾家中的年长者 悬在天花板上的机器人能节省空间,也能打扫房子 研究人员通过虚拟实镜装备,记录人类做各种家务的动作来训练机器人 但技术仍未成熟